日本女将莱华气势汹汹 在赛前恶意推散我国东北姑娘 面对如此狂妄的日本人 王雪则是点头微微一笑 并没有再发布会动手 而是十分霸气地回应道 我的对手是日本女孩 我在东北出生 我的民族情节很重 但是呢她在赛场上挑衅我 为什么我冲她微微一笑 因为我虽然民族情节很重 但是我有家教 我有涵养 我是中国人 我就让她知道赛场上 这个嚣张跋扈的日本女人名叫人 面貌看起来十分害怕 感觉是半男半女 在日本有着不错的成绩 面目中无人瞧不起中国选手 简直太狂妄了 中国东北姑娘王雪 擂台打法凶狠暴力 犹如飓风过境一般 因此被拳迷誉为飓风女孩 在擂台上重拳暴打对手 犹如飓风过境一般 到了对视环节 日本选手就用谐言藐视 这也彻底将王雪激怒 让我们一起看一下王雪如何暴揍对手 比赛开始后 王雪立马主动出击 使出低扫攻击下盘 日本选手则是摇晃身体疯狂视团 并没有贸然进攻 王雪十分积极主动 前手拳和后手拳频频发威 时刻占据着比赛的上风 每次扔出的拳都能精准命中面门 随着比赛的进行 王雪再次打出重拳攻击 日本选手前摆迎击被躲开 紧接着又是后手拳接上钩 日本选手建想要搂抱防守 结果被王雪的左右摆拳打中 随后又是高扫上头 日本女将被打得十分狼狈 无奈只能下前抱摔 王雪则是双手夹住脑袋 不给她地面砸拳的机会 王雪在上位拼没有什么有效的成果 无奈只能放弃身回战力 王雪继续压迫追上去 打出后手重拳命中脑袋 日本女将的战力丝毫不是对手 无奈再次看准机会下前抱腿 结果王雪早有准备 直接进行反压制 还用左手重拳砸击头 日本选手躺在地上当起了无奈 王雪则是没有放过她 抓住机会猛扑上前 瞄准日本女将大脑门 使出重拳疯狂地进行地面砸击 只要想到对手在赛前的所作所为 王雪恨不得将其打残废 王雪依然是不断地输出 连续地砸击 不知道瑞瑞现在是不是能够坚持 这边裁判看得很仔细 王雪从刚开始的单拳砸击 也变成了双拳旗下 在这持续的猛烈轰击下 完全彻底失去了战斗能力 裁判见情况不妙 也是非扑终止比赛 王雪这一连几十个重拳 不仅砸出了心中的怒火 更是打出了我们中华儿女的低调和霸气 王雪好样地 为东北女汉子王雪点赞 关注我 了解更精彩内容